泰迪九个月算成全吗? 泰迪九个月算成全嘛 泰迪其实就是贵宾 那么贵宾在体型大小上又分为很多很多类 比如像最大型的叫聚贵 那么在最小型的时候甚至有茶杯这样之一说 其实在于正常的一个体型上呢 九个月远远都算不上是成年 这样比如放到聚贵上面 放到聚贵因为它的一个骨骼的一个发育会比较晚 所以可能要到十五个月左右的时间 才能称之为成年 那么在一些迷你贵宾或者是标准贵宾这个情况下呢 可能在十二个月左右的时间呢 它的那个骨骼和脏器的一个发育都已经完毕了 所以那个时候也是它的成年时间 那么比如像在茶杯贵宾上 就很难去定义它的一个成熟时间 因为本身它就是弱胎或者是小胎 所繁衍下来的一个品种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它的脏器发育是非常困难的 它们本身生下来的时候 就有脏器先天发育不全的问题 所以它们很难去定习到底什么时候算成年 所以按照平常讲的话 可能体型越小的成熟度越早 然后体型越大的成熟度可能越晚一点 好推示 太迪体型上有很多的分类 正常来说九个月都没有成年 就像聚贵它成年时间大概在十五个月左右 如果是标准或者迷你贵宾 成熟可能要十二个月左右的时间 如果是茶杯贵宾 这种就很难定义了 毕竟它的脏器先天发育就不是很全 很难去定性什么时候才能成年 好看 好看 OK 好看 好了 好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